最近有朋友又重新一次再问我 他说喂医生早 我有一只紫砂茶壶不觉意就弄脏了 有没有办法解决了 但我记得我好像以前都拍过片和大家分享过的 不过不要紧要 既然有朋友问到了 我就再一次和大家讲解一下 其实如果紫砂茶壶它的湖面或者湖盖是弄脏了 或者是有一些油漬在这里 记住千万不要扔这只紫砂茶壶 又不需要重新再开过这只壶 就很简单的 只要你拿牙膏牙刷在壶面散干净它 然后重新泡浴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那只壶已经泡浴了多时的话 譬如泡浴了五年十年的话 它就越泡养得久的壶就越快取变回油溶 这次为了令到大家明白 我特意将一只泡养了十几年的断泥壶 就将它的壶身重新闪过一次 壶盖我特意刻意不闪它 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我相信只要泡养了一个多至两个星期 它那个壶身的油润度就很快取变回到壶盖了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如大家一起看下视频吧 现在大家看到这只壶是断泥壶来的 我已经用了十年了 我再一次就将壶身散干净它 但是壶盖我就没有散到的 所以你会看到是两只不同的颜色 壶盖看来是油润一点的 为什么我要将壶身散干净它呢 因为仍然有很多朋友就问我 其实紫砂茶壶用久了之后 如果养得不漂亮一片片 可不可以散掉它呢 从头养过呢 为了要证明其实是没问题的 我就将壶身散掉它 壶盖就没有散掉了 但是当用了一个多两个星期之后 那个壶身一样会变得是很油润的 大家会见到很明显 那个壶身和壶盖的油润度是不同的 颜色都有少少分别 现在大家见到这只壶已经泡氧了几天的了 大家都见到壶身已经是油润了 比之前早几天我刚刚用牙膏牙刷 散完的壶身已经是不同了 而且和壶盖已经的分别是没那么大 我相信只要泡氧多一个星期 它就会回复回在之前 我未散一只壶的时候那种状态 所以再强调一次就是 其实紫砂茶壶是可以用了一段长时间之后 可以再清理它那个壶身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说 散了它就前功尽快 其实最重要呢 就是壶的内壁里面就千万不要搞它了 那我们每一次泡完茶都是用滚水浪一浪就行了 那现在呢 这只紫砂壶已经泡氧了两个星期了 我的意思是由我将壶身散过之后 再重新泡氧 是已经有两个星期 大家都会见到 它的壶身的光泽 和壶盖已经是差不多很接近了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最初的时候呢 我只是散了壶身 而没有散到壶改 那所以呢 一些泡氧了多年的紫砂壶呢 就算你重新将它散过 再去养呢 它都会很快就会出回它的光泽 所以如果以后大家 你们有任何紫砂壶 在那个表面上有些任何的污漬或者油漬呢 都可以呢 是好像我这样 将它重新散过它 那就不要说 哎不行了 这只壶要丢了 其实是很可惜的 正正也是这样 为什么泡氧得越来的紫砂壶越值钱呢 就是因为它很快就会出回它的光泽 那当然呢 另外一个很实用的元素就是 泡氧久了的紫砂壶呢 它冲出来喝的茶那个茶汤的味道呢 是会更加丰富和更加油润的 怎样啊 看完这只壶之后 是不是有信心 将你的一些 骗骗的壶呢 或者一些是黑了油漬的壶呢 是重新这样散过一次 再去泡氧呢 所以记住了 就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么蠢 这只壶呢 有小小的骗骗的 骗骗呢 一旦就扔了它 一旦呢 就重新再去开壶 那其实就真是浪费了泡氧了这么多年的功夫 记住了